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 美鳳的美鳳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說到打在頭 這個 這幾年 去台灣夏天很熱 但是我覺得熱歸熱 我還滿喜歡寶島 因為四季分明 既然冬天有冬 夏天也熱一下 也一樣 感受就不一樣 不過夏天在打在頭的時候 防曬非常重要 我年輕人很愛打 打到 人家說是不是會滑皮 我的滑皮是整塊 滑起來很高一塊 你看打到比較嚴重 不過年輕人會這樣 現在在頭 打到比較厲害 打到冰已經很容易痛 所以更要知道 保濕 防曬 保濕這兩點 你才有本錢說可以去曬太陽 保濕太重要了 當然我就說你防曬油也是 如意也是需要的 不過我是覺得 打在頭最怕的就是怎麼樣 就是怕 你保濕用得不好 療痕了 會比較那一點 然後有時候怕會有斑 所以你保濕是非常重的 今天節目當中請到的來賓 其實我現在介紹這一位 你皮膚顏色跟我年輕的時候 有一點雷同 但是他比我那時候稍微白一點 我那時候真的太黑了 我媽媽都跟他媽 一白遮三處 你打到黑媽媽 黑滷滷 黑滷滷 好 重點就是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當時的特色吧 沒有人打黑 我乾脆就曬黑一點 我的袖就比別人可能可以 不一樣 會多一點 好 介紹這一位也是 非常健康美的 我們歡迎月婷 大家好 我是月婷 太陽一直晒 暗沉 粗糙都來找 保濕很重要 有受到重點 保濕真的非常重要 其實一年四季 保濕都很重要 好 另外這一位 她是不用晒 她就一直在保濕 因為她覺得她晒很乾 不晒也很乾 我們歡迎林姿佑 美鳳姐好 真的夏天 肌膚很容易 不出油又缺水 告訴你肌膚清潔保濕的好法寶 另外這一位 就是很怕去晒太陽 但是又很愛去海邊玩 好 我們歡迎陳麗琴 鳳姐好 大家好 天氣熱 肌膚就過敏肝臟 到底要怎麼補救呢 怎麼補救呢 就是好 常常去試著去晒 去海邊 然後過敏 然後再試一下再去 搞不好久了就可以適應了 不過真的晒太陽 有時候我就怕有的人會過敏 是 你就說過敏對疫情 對 那你應該還好吧 對 聽到海邊有人在點我 是不是 我就住海邊好嗎 好棒 對 因為我老公就在普吉島 我們前面就是 我們在普吉島 海邊的民宿 所以我根本討厭晒太陽 我不會游泳 我真的不喜歡在水裡面游 我老公都會說 那個海邊你沒下去過 對 我沒下去過 妳為什麼不學一下 因為我覺得在海裡面游泳很危險 然後起來又要洗頭髮 還有太陽真的很毒 妳看起來很會游 不會 救生怨泉 所以說我會覺得說 我不喜歡晒太陽 因為我們在海邊 你就會看到很多那種外國人 他都穿比基尼 那時候都想說 女孩子穿比基尼 想要交男朋友還是怎麼樣 我誤會他們了 他們穿比基尼 是為了要把身體晒得非常勻襯 不像我這樣 怎麼這邊一截 這邊一截的 我沒有辦法 我就是只穿著衣服晒 所以就一截一截 他們就要穿比基尼 把自己晒得這樣子勻襯 我才知道是這樣子 那我其實 還好我對於太陽 其實我都是在家裡面比較多 我不會出去 可是這幾天就像美鳳姐妳說的 妳這幾年太陽很大 我開車 自己都會戴那個 戴著帽子在裡面開車 對 太陽太大 只有呢 我不喜歡 我不要海邊 妳不要海邊 我以前只有拍戲才會去海邊 我自己都不會去 而且我是不能晒 我光過敏 所以我碰到 就會紅紅 然後熱 然後就癢 我就不喜歡 而且你會癢就會 會去抓它 然後你就會 沒辦法上妝 有時候還會長那一顆 紅枕 小紅丘的對不對 而且我現在光 你知道我出去連那個領子 都要遮 我現在開車 我會拿一塊不遮這裡 因為你這樣晒 結果這一塊會很痛 對 所以我就 我以前就覺得說 美鳳姐好厲害 可以晒成這樣 我覺得我晒完 我應該全身痛死了 一定好痛 好癢 可是我跟姿佑姐一樣 我也是光過敏 然後而且我還有酒糟 那妳又喜歡去海邊 對 但是我又很喜歡去海邊 妳不是找死嗎 妳還帶小朋友去海邊 對 然後我還要挖一個沙坑 然後把自己埋進去 然後上面熱熱 然後下面涼涼的 我覺得很舒服 還要一邊吃冰棒 然後望著大海覺得 這才是夏天 但她說她曬得會會 會長 比較不癢 我會 我也會長 而且我還會整個眼睛 都是紅血汁 對 因為我有酒糟 可是回到家是 不然就是細紋 斑點 全部都跑出來 還有過敏 天氣很暖 妳有什麼消除的方法 剛剛說還是那隻家賓 對 我們在泰國 最直接就是喝 我就直接這樣一顆一顆買回去 然後刀子拿來卡 我就自己敲了 好可怕 對 怎麼會砍椰子 我會砍椰子 就在家裡面砍給小孩子吃 其實泰國的水果 沒有我們台灣水果好吃 就是它沒有甜味 所以說我都是把葡萄 冰在冰箱裡面 然後拿來打冰箱 很多媽媽都這樣子做 我會再加一瓶養樂多 那麼消除的方法它是說 烤椰子 砍椰子 之後呢 我們椰子要買這個櫃 我喜歡檸檬 其實我夏天我們家 我無時無刻都會買很多檸檬 很棒 我有時候還會故意把它擠起 弄那個冰塊盒 弄一格一格的 然後它拿出來 你有時候泡熱紅茶 你放一個就這麼檸檬紅茶 像我喜歡喝冰水的話 就丟一塊 讓它慢慢濃 然後你喝檸檬水 就不會那麼酸 很方便 超好喝的 加個蜂蜜就變成蜂蜜檸檬了 對 對 隨便你要加什麼都好 有時候我開果汁 果汁有時候很甜對不對 對 你就再丟一塊檸檬冰塊進去 就剛剛好 或是白乾水 你加個幾個檸檬 蜂蜜 對 對 就變成蜂蜜檸檬水 麗芹妳就可以這樣弄個小朋友吃 我是會煮麥茶 然後煮一大壺 然後放在冰箱 就全部人都可以喝 不加糖 不加糖 有時候像我個人很喜歡藝人 因為我是很容易水腫 所以我就會煮藝人水 或者是白飯裡面加一些藝人 你要先煮過那藝人 再加進去白飯裡面 很好吃 然後就可以去水腫 好吃 好吃 夏天的皮膚基本上 比較容易會有一些狀況 很多人去養 過敏 反氣 因為我到後面 雖然我不在海邊散步 但我會跟我老公去打高爾夫球 台灣的高爾夫球是坐球車 很舒服 你還有地方躲 沒有 我們就是走 就是走四個小時 所以我真的在太陽底下走 所以我就一定要把自己 就像妳說的 我是包這邊 手套 袖套 帽子 雨傘這樣子 對 但是打高爾夫不就會運動 對 有人會喜歡坐車 對 然後太陽太大的話 我就一定要有擦防曬的 那是必須的 太陽太陽要保護 頭髮也要保濕 頭髮也會晒壞 是 頭髮也要 頭髮也要 太可怕了 那吃藥呢 你會不會夏天皮膚 比較容易過敏 超癢的 所以會過敏的人就很討厭 而且你知道嗎 它還不是曬 你那種像那種 濕不濕的天也不行 就是你要熱不熱 你就會癢癢 你知道嗎 癢癢它會癢去抓 那你去真的洗臉洗得很乾 你又會很容易有小細紋 你知道夏天最煩的就是 要嘛小細紋 要嘛長那些一點一點的 對 然後你的毛孔就很容易髒 是 我就是 因為我打球我一定要擦防曬 可是防曬我又跟那個 又跟你的汗 髒污在一起 那我要是沒好好的卸 就會長一顆一顆肉芽在臉上 我也是有這樣的困擾 我是夏天然後曬以後很乾 然後我就會擦保濕 可是保濕之後就感覺不透氣 然後就會長一些那種有沒有 一顆一顆這樣 小白白的 對 但是我想說清爽一點 然後使用那種 比較清爽的感覺 好像有點酒精 我臉又垮起來 不行 不是 這樣垮起來 然後像夏天 我們就是記得臉要防曬 然後脖子會忘記 常常脖子忘記 就我們戴鐵面罩或戴口罩 然後脖子還曬 我脖子很多的那種紋路 都曬出來 很多脖紋 對 脖子 很困擾 很困擾 脖子不行 有用什麼特別的方法 照顧皮膚嗎 曬傷害就是妳剛剛說 我們要用蘆薈 蘆薈 因為蘆薈就是 我們家裡面也可以種 蘆薈也很好活 把皮削一削 就自己在那邊擦一擦 不曉得也沒有效 要不然就有效 要不然就是外面買 蘆薈 你就曬完太晚 所以洗完澡 就是 我們家就直接 我就拿生的蘆薈這樣子來弄 也很棒 生的蘆薈 對 它就種好的 就把它皮削一削 就拿來擦 打來這樣 只能這樣做 那妳呢 我 我還要 我發覺怎樣 你知道嗎 一定要把臉洗乾淨 一定要的 對 這也要 多冷靜 後來發現洗乾淨 跟沒有洗乾淨 那個過敏的程度不一樣 差很多 洗乾淨比較不會過敏 很全力 好像 沒錯 所以我後來發現 我們以前洗臉都洗表皮 你知道嗎 所以洗完表皮 表皮的油被洗掉 你就會更缺水 你就會有紋路 你就會有法令紋 但我後來發現 我們洗 要洗到毛孔裡面 你知道嗎 但洗到毛孔不是去聚角質 不是 所以我後來就有發現 去買肥皂 我有一陣子過敏到我 我媽媽都已經受不了我 她說 不然妳拿 我洗衣服的地殼 妳拿那個去洗 那個有效 我就給她磨幾下去洗 我真的是洗那個 後來不過敏 可是洗完超色的 很乾 很乾 所以妳在很短的時間 一洗完馬上就要趕快拍化妝水 妳要拍很多 拍很多 才有辦法 不然整中臉就變明了一隻臉 不然就會很乾 但那邊洗很乾淨 很乾 那個常常洗手 雖然是洗乾淨 可是手會很乾 真的要 很癢 很癢 就太過清潔 所以 妳現在有夠力嗎 沒有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 我那時候就知道說 原來比較天然比較好 那時候我媽媽說 妳們就去外面買 就是都有些添加物化學 所以妳們越用越糟 所以我媽媽都一直跟我講 妳就是找那種天然的 所以我之前 也一直因為這樣的過敏 我後來碰到朋友 一哥 我跟妳講 我給妳一顆皂 這一顆 我說這個 是 很可愛 妳聞聞看它是什麼味道 有檸檬的香味 我剛剛就聞到 妳剛剛拿 看起來好想吃 妳看到嗎 這一顆皂 這一顆皂 全身都能用 這一顆就有15顆的 檸檬精油在裡面 真的 妳聞起來很香 滿滿的檸檬精油在裡面 它還有一個很棒的茶樹精油 因為茶樹精油可以 讓妳的肌膚很乾淨 淨膚 然後又可以保濕 還可以抑制痘痘對不對 對 然後它更棒有 有蘆薈 對 還有紅紅把油 還有橄欖油 而且都綠色的 感覺它真的就是 精油下去做的也好香 很像果凍 其實我當初我朋友給我的時候 我說我會假面 妳不要亂給我 然後他說 我跟妳講 肥皂 他說叫我回去用火燒 其實我們當然會 火燒 我跟妳講 真的 我覺得這個 玩火 玩火一定要教妳玩火 這個我最喜歡教妳們 因為我們家隨時都有肥皂 天然跟不天然的差在哪裡 其實很簡單 妳拿個打火機 妳要燒 對 要拿個打火機燒 妳看 像這種肥皂 妳先燒白色的這一塊 對 我燒白色給妳們看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家裡有 妳現在家裡有肥皂 妳也可以拿來燒 它如果是有一些一些 有的 沒的 其實妳的肥皂很容易就 燒出一點點 黑黑的 對 也有 本來肥皂是香的 不要再燒人冒煙了 因為它本來是香的 但是燒起來不香 妳們發現 就融化了 可是妳看它看起來 檸檬的這個沒有 對 而且它就融落 然後妳有沒有聞到檸檬的味道 有 然後它沒有那種 那種冒剛剛那個 不會 黑煙 剛剛冒黑煙 因為它都是天然的材料 所以它就會直接融掉 就是原來的一些精油 這些都沒有變黑 不會 因為它沒有那些 有的沒有的塗膠 這樣看不出來 白白肥皂哪裡會知道說 原來燒起來有不一樣 還不一樣 對 對 洗得到是什麼樣的感覺 可以洗一下嗎 超柔的 妳知道嗎 像我就會用一個這種起泡的 來 其實就很簡單 然後妳就這樣搓 然後它其實就會 有泡 你知道嗎 有泡 好快 就是很細緻 細緻的泡泡 它很天然 然後我跟妳講 妳就這樣子 這樣子洗 就這樣慢慢洗 或是把那個泡沫這樣子 擠出來 擠出來洗也可以 然後妳有時候也可以這樣 妳就把它敷著 它泡泡真的好細 妳看 就把它敷著也可以 它幹嘛看不到泡泡 很綿密 它好嫩 很嫩 它很綿密 然後妳這樣子在 在洗的過程 妳會聞到很清香的感覺 有沒有 它的真的滿綿密的 就很綿密 超綿密的 對 妳看都看不到 而且妳剛剛才有那種感覺 有一點 對 兩 三下 所以妳不要小看說 一顆肥皂 我以前都覺得說 妳就這樣一顆肥皂 這種我們以前小時候 家裡也很多 是真的有不一樣嗎 我後來發現有擦 妳知道嗎 來 妳把它擦乾 擦乾 然後妳感受一下 好舒服 感受妳皮膚的感覺 看一下兩隻手對比一下 而且感覺也冰冰涼涼的 因為它很舒爽 來 妳看 妳看 因為它是從妳毛孔裡面 乾淨出來的 洗在臉上的話 我也會很好奇 效果不知道 超舒服的 我今天有帶一個 我的朋友 然後他很年輕 他一天都完跑業務 他在外面走 然後年紀輕輕 我那時候看到他臉 那個粉刺 臉我都可以看到粉刺 我說妳的臉也太髒了 他說可是這沒辦法 我有時候太油了 在外面空氣太髒了 而且他跑業務 千萬知道是門面 不可以這樣子 我後來就送他一顆 送他 妳有讓他用 我給他救了 拜託他 求求妳 結果覺得他自己覺得 效果很不錯 超棒的 所以他說 姐 妳今天如果 要跟人家分享 我可以來嗎 來了嗎 有 我有帶他來 歡迎我們的家豪 嗨 歡迎家豪 我們可愛的家豪 鳳姐好 各位大家好 我跟妳講 他現在是有一點底妝在 我現在拿了一支保濕筆 000 我現在給它測 你說它現在的保濕度有多少 白27 水才39 油有50 你才怕 然後彈力才53 他那麼年輕就這樣 很高興 不是 所以他要公用 所以他要趕快卸妝 妳來洗 而且剛有說他的工作是那個 都是那個 夜務 一定要跑外面 一定常曬太陽 什麼那個廢氣 都在臉上跑 我幫妳卸一下 因為就幫他把那個 妳平常也是這樣子用嗎 對 我平常都是這樣子用 妳是要整個臉還是卸一半 整個臉卸 可以卸掉整個臉吧 可以 不要怕 我們整個臉 讓他們知道 我們多厲害 其實因為他的妝其實還滿淡的 對 其實還滿淡的 對 它妝其實滿淡的 粉底都在這兒 我平常就是這樣子使用 就這樣滿可愛的 他說 他說他每次都把他弄得很多泡 然後敷著 敷在臉上 你看好像白雪公主 那個白白的雪有沒有 好性感 後來就可以把那泡 然後連脖子也一起 脖子的地方 身體的地方也可以 好 那可以沖水了 這泡沫真的很細 真的是 好多 泡泡又迷迷 而且我如果是有新西雙 做防曬乳液在上面的話 我就會稍微敷一下 讓它咬一下 然後再搓 然後搓完我再把它沖掉 對 聽起來真的很乾淨 我跟你講在家裡用水沖 會更乾淨 但今天就是稍微 稍微這樣子 我在這邊都聞到檸檬香味 很舒服 對 很舒服 覺得涼涼的 而且 不會很緊繃 也不會乾乾澀澀的 很舒服 好 洗完之後不會緊繃 但是還是要保濕 一定會 因為你現在裡面都很乾淨了 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趕快把保濕水 讓它吃進去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說 像 這一支是那種藍童生態的 一個藍童酒破精華液 藍童生態最近很夯 貴婦級保養 然後我先給妳 來 妳要知道藍童生態 它是用這種蒸濟式的 妳就這樣子擠到底 它就是這樣多 就夠了 妳要幹嘛 好 妳剛剛有洗 我們剛剛也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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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家瑋妳可以敷上去 我要摸摸的 因為這一支 妳現在這一支裡面 有 高濃度95%的那種清酒酵母 妳們知不知道那種 日本阿嬤那個 清酒酵母的那個 她不是全身八十幾歲 都皺巴巴的 但是她兩支手 一直在做清酒 跟少女一樣 對 很柔的 所以它就是有那一種的 一個高濃度的 一個清酒的一個酵母 所以妳整個臉會很柔 很細緻 很嫩 然後它裡面還有 我覺得這個是最神奇的 還有 還有 滿滿讓妳喝得飽飽的 所以妳等一下就會很舒服 其實它很好推 妳這樣擦完之後 我才一定要測 我覺得數字才會講話 因為我覺得它用針筒 真的很可愛 因為真空 安全 妳有沒有看到 水77 油變36了 然後我覺得那個彈到76 彈很重要 妳知道嗎 就會彈 彈 就會柔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說 當妳正確地把臉洗乾淨 又用對的東西 然後擦進去的時候 它保水度 妳整個人就會不一樣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 針筒這樣 走出口也很方便 對 妳平衡什麼 就很方便 然後妳一次按到底 就這樣一次的量 加紅 就是妳 剛剛有卸了一下之後 然後就洗臉 然後又擦了這個保濕的 感覺 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本身是業務員 我常常要到外面去 拜訪一些客戶 所以我外出的時候 因為工作關係 一定要化妝 化了很濃的妝 尤其是到了夏天 就會容易出油 就會長一些痘痘 粉刺的 而且不是只有臉部而已 像我胸部 背部 也都會有痘痘冒出來 很麻煩 那妳是整個用肥皂 清淋罩 對 我是用清淋罩 就這樣直接泡泡有沒有 洗 整個都洗 整個 臉部 然後身體這樣子 先給它淨敷一下 然後再給它沖掉 就覺得 洗起來很清爽 而且那個飽足感 就是水感很沖足 洗完摸起來怎樣 就是滑嫩嫩的 Q彈彈的 我喜歡摸起來 要問隔壁 當然才遇到 而且那個老公 很帥 大環帥Q彈彈的有沒有 很柔 對 像小寶寶 對 而且告訴我 它那個手臂到現在還是很亮 而且 它會彈起來 妳有沒有發現 沒有像剛剛 妳知道這個真的好 這個好 有差 真的有差 有保養 真的有差 精華液好像也是很重要 會端起來 膨膨的 越南童生態 精華液我用完之後 我就覺得說我的水 肌膚有沒有 好像吸了很多的水 然後覺得QQ彈彈的 覺得它的保水度很好 而且這個很好吸收 它吸收力很強 今天我們都很清楚 天氣熱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清爽 所以洗臉很重要 清潔很重要 再來保濕 精華 防曬 如果要再出門的話 晚上當然就不用 但保濕精華這是很重要 尤其吹冷氣的時候 真的 越吹越乾 對 可以再擦一點點 要做好 這樣適合夏天 就算你夏天出門 你皮膚也不會覺得很皺 小新聞很多 還是保持皮膚的潤度 那個很重要 對不對 跑業務 業績一定好的 真的 加紅 你好棒 這麼棒 那麼用心 對 所以智佑很棒 跟妳分享那麼好的東西 真的 當然也謝謝智佑 謝謝妳們大家的分享 謝謝妳 鳳姐 謝謝 我想她真的會 她覺得很驚訝